三 一 患有唐氏综合症 他如何克服障碍 和欧萱翩翩翼起舞 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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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办 他们对三个不办 你也不敢这样出来 你成本太重他们 就算你可怜 没有用 不能怎么办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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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语 小语 小语 二 有各种感觉 音乐让我感到愉快 我可以把我的音乐融入 虽然眼前是一片黑暗 高彬彬却在琴海里 找到了生命的光芒 他今年二十九岁 从小失明 不过 却凭着过人的毅力和天赋 彈的一首好琴 十八岁那年 他考取了钢琴第八级文凭 两年前 也考取了教学高级文凭 他看不见 只能凭感觉 用心来议会 这份成就 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得到的 对 高中的比例, 我会请教授变成做過三个回合。 我用眼睛的眼睛, 我可以看到我听听, 我可以看到听听听, 它是很特别, 是一种一样的 有时候我问妈妈说 为什么我生出来是这样的 老师跟我讲花是红色的 还是蓝色的 你很喜欢粉红色 你可以跟我解释吗 妈妈更加相信 可是音乐也是可以 控制她的 temper 有时候他生气还是不高兴 他就冰冰冰冰的打 冰冰的父亲从前是二手钢琴买卖商 在耳濡目软下 冰冰六岁开始学琴 由于看不见 他的学习之路比一般人困难许多 除了要牢记旋律 还得不断地反复练习 他的音乐老师在教导他时 也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耐心 很困难 因为他们看不见 看不见了个纸 多少久 这边有rest 要放手 你要告诉他 现在你不要弹 你要lift up your fingers 要停 这边要大声 这边要小声 冰冰的理想是当一名钢琴师 两天后 他将美梦成真 在公益献爱心的大型筹款节目中 弹奏这首《不了情》 到时 全国观众将有机会欣赏他的演出 获得这次机会 冰冰格外珍惜和认真 每天反复听录音带 熟记旋律 《不了情》 我希望观众将会被创估到我的音乐 我希望他们会提供更多 我期望那些人比我更幸运 其实除了兵丁外 还有一群孩童将在来临的慈善节目中 和四名新传媒男艺人一起表演武术 这群十到十三岁的学生来自慈光学校 他们有轻微智障 学习的能力也比一般人差 但是凭着耐心和毅力 他们却能在短短三个月里 学会数拍子 知道几时进场还能挥起耍枪 和他们同台演出的艺人感触难多 他们很认真的想去做好这件事情 他们会比所有人都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可能他们接收会比较慢 但他们真的很认真 他们让我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认真可以赢过智慧 我本身小时候也学过武术 那有些动作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 不过我看得出在彩排的时候 这些小孩子真的去很用心地去学 主办单位告诉前线 有别于一般的筹款节目 公益金慈善节目向来主张 让受益者本身在台上表演 展现他们的才能 而不只是在台下看表演 我们的让受益者参与这个表演 最主要就是能够使他们告诉大家 虽然他们有不便的地方 但是他们也是能够像一般人一样 努力排除这个万难 使他们能够显出他们才华的一分子和一面 由受益者本身参与表演 是否更具意义 更能打动观众的心呢 平时就好像 一人就表演一人的 受益者就好像在台下看 就是可能没有那个交流不够吧 所以如果现在有这种交流 希望可以更 更能感动我们的观众 希望他们可以多多捐款这样 以前很多人会有的感觉 就是说 然后我捐钱 我可怜你 不是 他们不需要这样 但是要让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我的存在 是我可以像平常人一样 有正确的教育和辅导 我可以回馈给社会 你们平常人做的 我也有可能能做得到的 甚至还做得不错 艺人从孩子身上有所感悟 其实能近距离和艺人一起表演 孩子们也乐开怀 开心 为什么开心 因为可以跟艺人表演 但是好像感觉一粒九 然后还可以做三四 唐室综合症少女和偶像欧萱 一起跳芭蕾舞 居然连欧萱的舞步也记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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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